說你有一個小孩子要驗DMA 驗出是你的 你還要跟原配討論討論才算嗎 所以我就覺得王必勝應該很有經驗 站立滿點這話說得很嗆 國民島立委徐曉星 針對瘦肉精爭議在開跑衛福部 認為台中市府遭就留好檢體 是王必勝不按程序來 不過昔日對手徐淑華 僅要徐曉星的這段話 那這22次的檢驗報告裡面 26次的內容到底在哪裡 同一批的豬肉 同個P號 在其他縣市都沒有議案處有豬肉精 為什麼只有台中市有驗出來 許曉星您應該要公布 22次的檢驗報告 讓大家來評斷 不要不公布只有用嘴巴講一講 是不是拿實安議題來政治操作 他是時空旅人還活在昨天嗎 台中市政府今天不是都公布了嗎 所以要不要回去先看一下新聞 再出來發言 用6次比較標準的數字 拿出來做公布 但是22次裡面 21次都驗出有瘦肉精的情況 而且每一次的數值 台中市政府都已經公布了 不只衛福部槓上台中市府 藍綠也隔空互嗆 只是現在瘦肉精問題到底該先公布 還是等到廠商申附後再對外說明 中央地方各說各話 民眾要聽誰 以前可以是 比如說肉吃三四片 我現在就為了怕出事 我都吃一片 用這樣來保護自己 不然怎麼辦 因為政府說他沒有 可是他要拿出證據啊 我覺得台中市政府應該再謹慎一點 因為他影響的是整個台灣的豬農 因為政治工房犧牲整個養豬產業 這件事情我相信大家是不能接受的 民眾看防兩極 但現在已經人心惶惶 中央各地方必須趕快找出問題 給民眾跟業者一個安心的交代 歡迎新聞科冠城周成輝 葉雲娜台北採訪報導 中央地方